大家好,我是DeckSpring,來到一個頻道 上次我們就看到一些關於IP的基礎概念 例如Net ID, HoldSide,Net Mask等等 這次我們就會沿用上次的例子來做一些實際的計算 如果大家未有機會看的話,可以按這條影片 看上次的介紹,事不宜遲,馬上開始 我們現在將IP設定抄寫入一筆記簿 剛才我們提到這個IP的層面一直都在看的 就是二進制的表示才是真正的東西 我們將它變成一個實進制的原因 就是方便我們去看,方便去輸入,不要搞錯 所以我們將它轉為一個二進制,方便我講解Net Mask的概念 我們現在用最基本的小算盤來處理這個問題 其實小算盤上面有一個叫Programmer模式,程式員模式 可以幫到你將這個實進制和二進制之間去進行換換 我們現在看看這裏吧,192轉成二進制就是1100000 為一方面大家看,我現在轉一轉顏色 每8個0或者1就為之一組 就轉回一個實進制的數目字 那我們繼續做一個轉換吧 61的二進制是111101,由於這裏只有6個0或者1 所以我們在前面就要補回兩個0 以上為出於4個10至9件 那也是這個轉外面 2以5個9個 to10點 明顯是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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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由於這裏有出現 121111まだ去 funz 所以我们就要補8个0 我们刚才提到Net Mask在这个IP地址上 就像剖刀一刀那样 分开左边就是NetworkID 右边就是PostID 在Net Mask上面一系列的1 和一系列的0 中间那个分界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 中间剖刀剖刀剖刀在哪一个位置 那现在在画面上面看到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第24和25个 二进位的上目指中间 我们就会剖刀 在1和0中间分割开 在这一刀的左手边代表了 这个IP Address的NetworkID 在这一刀的右手边 就代表了这个IP Address的host ID Net Mask这一刀的位置 是会直接影响了 Network里面可以继续到多少个host 因为host的ID 都会因为这一刀的位置 而影响了它可以跳的数目指的range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 这个例子上面的网络 第一个IP地址 是不是最下一个IP地址 是什么 由于同一个网络里面 IP地址的NetworkID部分 一定会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照抄Net Mask 给Dow之前的这一刀 那我们现在也可以进行一个转换 1100000 理论上会跟上面是一样的 我现在给大家清楚 我们就看得到是一样的 168 1110 1110 1110 应该跟上面是一样的 168 1110 1110 1110 实际上应该是二三八 那host ID的部分 可以全部都是0开始数起 由于全部都是0 保留了不用 所以我们加1 这个就是第一个可以用的IP地址 000001 其实就是1 000001 将它变成10进制的时间 那也是1 我们现在找到第一个IP地址 现在可以看看最后一个IP地址 由于同一个网络上面 NetworkID一定会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照抄NetworkID的部分 如果你熟手的话 就会知道这个和上面这个也是一样的 最后 关于host ID的部分 最大的数值是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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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但是由于最大的数值是不用的 所以最后一个可以用的IP地址 是11111110 在10进制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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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就是254 如果大家觉得太花了的话 我将整个版本转成黑色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得到的资料 我们的IP地址 就由1 到254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的网络 最多是可以容纳到254个机 刚才那一个相对来说很整齐的例子 因为Network是255.0 即是有24个1 是在Network上 那我们现在看看第二个例子 我们假设IP地址是192 168.238.61 Network假如255.255.254.0 那其实我们中间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做一下这个例子 那和刚才的换算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不再去解释了 我现在很快做了它先 这里有一点点分别了 这里第三个数字的Network是254 这个换算出来的耳障就是11111110 那0 转换依然是0 根换我们刚才所解释的Network1 和0中间的换一刀 那我们发现 这次Network比之前 就少了一个bit 那就是说 我们的NetworkID就是头23个bit 那hostID呢 就是尾那9个bit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网络 第一个IP地址是什么 我们也是和刚才一样了 可以抄写了这个NetworkID的头 这一拳 现在这里呢 发现第三组数目 只有1 2 3 4 5 6 7 7个数目 这里就特别要留意了 因为我们现在就只有23个位置 是NetworkID 后面这里有9个位置 就会是hostID hostID 那又是全部都0 是不用的 我们全部都0 加1就是我们第一个IP地址了 IP地址 又是简单做一个十进位二进位的转换 由于我们现在看到 前面这一组 完全是和上面是一样的 所以我又可以照抄了 那现在这里 000001 在二进位和十进位转换之后 都是1 最后一组IP地址 它那个NetworkID 都会和上面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照抄上面 NetworkID的23个别 那hostID方面 最大的hostID 就是全部1 保留了不用 所以呢 最后的IP地址 就是全部都是1 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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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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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3 2 9 2 2 最后的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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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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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 2 2 2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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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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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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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0 2 1 就是HOLD一點的Range中間的位置 根據這個Range 其實192.16、28.238.0才是真正的全部0的HOLD一點 239.25才是真正全部1的HOLD一點 那些我們都寫了說不用 至於238.255和239.0這個 是否很合乎 有些人都會選擇是說不用的 但技術上這個是不是一個可以用的IP 這個是不是一個可以用的IP 現在你的Net Mask是這個 HOLD一點就是9個位置 所以這裏在HOLD一點的位置中間就不是頭頭尾尾尾尾 所以這個就是大家的判斷 沒有一個固定說一定用得或者不用得 看完以上的例子之後補充一點點 剛才一直都在說IP地址分成兩個部分 Network ID、HOLD一點 兩者加在一起就是IP地址 講到的加這個時候它有兩種逆方法 一種就真正說把左邊的拳 組成右邊的拳 但是如果在技術施書 這樣去理解的話 我們講Network ID 其實就就是說 將所有HOLD ID的部分 變成0 一般去討論Network ID的時候 都可以是一種標示的方法 其實剛才有兩個例子 兩個例子裡面 都是292.168.238.61做基礎 唯一有不同就是Net Mask 一個就是Net Mask 一個就是Net-5-2-5-0 另一個就是Net-5-4-0 講到的就是有幾多個 100Net Mask上高 其實我們會有一個Shot-Hand的寫法 講到的就是 有3個Net-5-1-0 有24個bit 代表Network ID是IP例子的投稿24个Beat 一个简写,我们如果想表示192.168.23.161 这部机器用3个25.1.0的Net Mask 但可以将它写192.168.23.161斜24 斜24已经可以很快地标示了Net Mask 代表了有8个Beat是可以给全ID游走的 第二个例子是23个Beat和Network ID 有9个Beat是给全ID使用的 这个就是Network ID整体的写法 在不同的Net Mask上 我们可以用一个怎样的简写去标记 大致就讲到这里 接着就会讲一下这个图表 看到有不同的Net Mask 代表着一个有多大的Network 一般的做法就是将Network 间调比较小一点 并愿多一点的Router 对于那个Performance来说会好一点 哇,13分钟 多谢你支持到最后 以下就是今天的Keywords 今天关于计数的部分就来到这里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东西想知道 欢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大家觉得这条关系 也订阅点赞,订阅,订阅 和传给你的朋友 我们下一次就会介绍 什么东西将网络和网络之间 连接给你 我们很快就再见 请不及嘉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10